今天唐小舟得到一封举报信 以前他也曾收到过很多这类信件 最初收到这类信件 他十分谨慎 几乎全都呈给了赵德良 后来赵德良对他说 遇到这类信件 有两个处理原则 第一 是不是署名呢 如果是署名举报 可以先调查一下 摸清基本情况 主要是摸一下 是否有真凭实据 如果有 再呈送给他 第二 如果是匿名举报信 要仔细看一下举报的内容 如果只是龙儿统之含糊其词 直接归档好了 只有那些虽然是匿名 却有真实依据的 才呈递给他 今天这封信举报的 是副省长尹岳 虽然是一封匿名举报信 却列出了两个事实 一是德文高速公路招标的时候 尹副省长替浙江华为路桥公司说情 华为公司送给尹副省长一百五十万元 以及一个叫良心子的美女 二是修建月横市 雍岳大桥时 收取了华为公司一百万 唐小舟相信这些很有可能是真的 举报人一定掌握了很机密的资料 他甚至认为此事很可能与华为公司高层的权力争夺有关系 这封举报信没有走流程 是侯正德悄悄送给他的 所有需要承报给赵德良的文件 都要在侯正德这里处理一次 由他决定是否承报给于丹红 于丹红看过之后 决定是承给赵德良还是退还一处归当 这就是流程 侯正德通过非正常渠道处理这封信 本身说明事情很不正常 唐小舟帝城带处理文件的时候 特别提到了这封信 赵德良听说后几乎没有任何思考 立即做出反应 赵德良信在哪里 你给我 赵德良拿过信并没有立即看 而是转过头看唐小舟 唐小舟明白赵德良的意思 这封信并不是原件 而是复印件 按照规定 所有帝城赵德良的文件 前面应该有一个文件处理签 谁签收的文件 什么时候签收 经历了哪些部门 哪些领导看过 均有记录 这封举报信上没有处理签 也就是说 根本没有走程序 据侯正德说 人代会之前 有人投寄了这封信 那时赵德良刚来 这封信到底走的哪道程序 医处的人不清楚 唐小舟明白侯正德的意思 他之所以几个月后 再一次将这份文件拿出来 说明他相信 文件并没有传到赵德良的手里 有可能卡在了三个人手里 一是秘书长于丹红 一是当时的秘书维成鹏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直接递给了 主持工作的陈运达 侯正德为什么在几个月后 将这封信悄悄地塞给自己 这件事背后的信息非常多 比如说 侯正德已经认清形势 正在向赵德良和唐小舟靠拢 此举甚至可以认为 他在向唐小舟按送丘波 还有 办公厅内部的权力控制 正在松动 赵德良的威信 在悄然增长 唐小舟知道 这是自己报仇的好机会 但是 他不能将矛头指向于丹红 任何形式的越级 都显示了越级者的无理 除非他能将事情处理得滴水不漏 否则他宁愿不做 赵德良见唐小舟没说话 又看了看文件的最后一页 说 这封举报信的落款日期是一月份 为什么现在才收到 我了解过了 一处按规定走了程序 但不知卡在了哪个环节 赵德良挥了挥举报信 那你又是怎么得到的 唐小舟不能说是侯正德给他的 侯正德这样做 也属于不照常理出牌 这不仅体现在他越级地成 也体现在他私自复印有关文件 此事如果在赵德良心中 留下了不好印象 他可能永远再没有机会了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侯正德此举 是在向唐小舟示好 或者说侯正德完成了 自己的一次战队 对于这样的人 唐小舟自然要保护 唐小舟说 有人塞到我的办公桌抽屉里的 赵德良开始阅读这份文件 然后对唐小舟说 你问一下春和同志 看他有时间没有 如果有时间 叫他过来一趟 夏春和来后 唐小舟坐在自己的办公室 整理相关文件 心里却在琢磨这件事 如同西顺一块骨头 越损越觉得有味 就他所知 各位领导每天都收到各类匿名举报信 大多数这类信件 根本无法到达领导同志手中 因为这类信太多了 每一个举报人 同一宗举报 一定发给了每一位领导 领导们如果逢信必读 逢信必复 大概一半以上的时间 会陷入处理这类举报之中 几乎所有部门处理这类信件 都遵循着同样的原则 只有极少数符合原则的举报信 才会送达领导手中 而领导对于这类举报 多半看过也就看过了 并没有下文 这封举报信 肯定不止送给了赵德良 包括陈运达 尤杰 夏春河 彭清远 甚至罗先辉 以及于丹洪等人 均都收到了 可是没有任何人提及此事 至于赵德良的处理 同样意味深长 他并不是把夏春河 以及梅上陵一起叫过来 只叫了夏春河一人 夏春河是纪委书记 主要抓的是洪管 并不具体抓案子 如果赵德良同时将夏春河 以及梅上陵叫到办公室 那就意味着 这件案子要立案调查 现在只叫了夏春河一个人 是查呀 还是不查呢 仅仅只是征求夏春河的意见 还是准备低调处理呢 对此 唐小舟的心中有一堆疑问 却又无法获得答案 中午1点 古瑞丹按照约定 来到了省委大院 接唐小舟 古瑞丹喜欢做副驾使席 也不知他是什么心理 总觉得这是领导的席位 实际上越高级的领导 越不坐这个位置 这恰恰是领导秘书的座位 唐小舟上车后 古瑞丹假惺惺的客气了一下 你坐前边来吧 唐小舟心里好笑 虚伪 唐小舟想说句什么话 比如瑞康是怎么回事 怎么被人打了 转而一想 古瑞丹最爱面子 古瑞丹被人打了这件事 肯定很失面子 如果让宣传处的人知道 糗大了 唐小舟断定 古瑞丹肯定没有告诉司机 古瑞丹先说话了 瑞丹已经上班了 在市地税局 古家人有趣 古家老爷子从来都摆出一副 极善教育子女的派头 遇到隔壁邻居教育孩子的方法 粗暴一点 他要上前数落人家 现身说法 告诉人家 自己的子女教育的多么优秀 可唐小舟有一点不明白 如此善于子女教育的 古家老爷子 怎么就没有教会孩子尊卑观念 古家的孩子 除了孝敬古家二老 其余的人 一概入不了他们的法眼 就连兄弟姐妹之间也是如此 从来不叫哥哥姐姐 一律叫名字 起先唐小舟以为老爷子年轻时新派 学了很多外国的东西 老外别说兄弟姐妹间直接叫名字 连父母也是直接叫名字的 叫名字对于他们代表着更加亲密 后来才知道老爷子除了地摊小报 从来不读书不看报 他很怀疑老爷子是否知道外国人互相间直呼名字 这种习惯 谈过了瑞安 古瑞丹又开始谈女儿唐承熙 唐小舟的这个女儿和他的妈妈一个个性 在家里永远站在母亲一边 对唐小舟进行批判 语气俨然就是小大人 他家三个人的关系 常常让他联想到国际关系 古瑞丹就像是美国 强势专横 说一不二 女儿就像是英国 唯美国马首是瞻 一步一趋 错也是对 自己呢 就像是日本 不仅要对美国唯命是从 还要看英国的脸色 同时又想自成体系 老是梦想着 作为第三股势力崛起 摆脱美国和英国的阴影 古瑞丹说 你能不能抽时间福到一下城西呀 他的成绩怎么都上不去 前几天老师打电话来说 他在班上搞小团体 谁不服他 他就打击人家 孤立人家 唐小舟想 有其母必有其女呀 整个和他妈妈一个模子出来的 古瑞丹见他不说话 更加起劲的数了 你看你 几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来 女儿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从小到大 你管过女儿没有 天下有你这样当父亲的吗 唐小舟自然管过女儿 那时候 他和他母亲一起管 很快他就发现 将母亲接来照顾古瑞丹做月子 是一个大错误 古瑞丹除了他自己的父母之外 谁的父母都不尊重 在他的眼里 唐小舟的母亲和路上捡来的老妈子 差不多 想发脾气就发脾气 对待婆婆 古瑞丹奉行的是三个凡事 凡是婆婆所说 对的也是错的 凡是婆婆做的 都是应该的 凡是婆婆所识 一定要和保姆同一标准 那段时间 唐小舟夹在母亲和古瑞丹之间 两头受气 家庭关系迅速恶化 可他却无能为力 古瑞丹有一对很大 很饱满的乳房 那一直是古瑞丹的骄傲所在 唐小舟也很为此得意过 以为这样一对乳房 完全可以养活一个足球队 谁知孩子生下来后竟然没奶 刚开始唐小舟并没太当一回事 以为这样一对乳房 根本不用担心奶水问题 等第三天出院 将母女俩接回家 母亲听说没奶水 急坏了 说出了两种解决办法 一是让孩子稀 二是想办法食补催奶 古瑞丹听到这两种办法 大摇齐头 说这是老封建的办法 不是科学 坚决不干 第四天 古瑞丹的家人 第一次来看他和孩子 对于他没奶一事 他的父母只字未设计 倒是古家大嫂 提出解决办法 也是两个 吸奶和催奶 第五天 古瑞丹才同意吸奶 不知是不是喝惯了牛奶 女儿对母亲的奶头 不感兴趣 出勤不出力 每次吸奶 敷烟色泽 草草了事 到了第十天 仍然没奶 古瑞丹才同意 用一些民间方法催奶 也不知他天生就没奶 还是一切措施都晚了 最终古瑞丹的乳房 一滴奶未出 从此之后 对于母亲所说的 与育儿有关的是 古瑞丹一概不停 全都斥之为 没有科学根据的老封建 到达雍华医院 古瑞丹让司机在楼下等 他和唐小舟一起下车 唐小舟又一次想到 古瑞丹不仅没有告诉司机 古瑞康被打一试 甚至连到医院 看望谁都没有告诉 否则副处长的弟弟住院 司机大概是会上去看望一下的 古瑞丹是一个贪财贪权的女人 弟弟住院这样的事 肯定是别人送礼的好机会 他怎么肯轻易放过呢 一起上楼的时候 唐小舟问 到底怎么回事啊 很严重吗 怎么闹到要住院呢 古瑞丹说 他们去一家工厂 搞环保大检查 那是家环保不达标企业 上面限期整改 有可能要关闭 那家企业可能以为他们是来关工厂的 煽动一些工人 围堵执法人员 最后动手了 打伤了两个人 瑞康是最重的 唐小舟立即知道 古瑞丹说的是假话 中央越来越重视环保工作 环保执法的力度逐年加强 虽说区级环保部门 对某家企业执法这样的事 对于省一级来说是小事 可发展到围殴执法人员 就是大事了 属于群体性事件 比环保执法更加值得重视的 恰恰是群体性事件 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 将会层层追究 对于群体性事件 上面有严格规定 必须在第一时间上报 否则要严肃处理它 也就是说 真有这样的事发生 省委办公厅第一时间 会接到信息 当然事件刚发生 下面的承报滞后 可能性不是不存在 唐小舟之所以立即认定 他在说谎 完全基于对他的认识 古街人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特别爱说小谎言 以至于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也往往以谎言对付 古瑞丹所说的话中 只要不涉及大事 至少有百分之四十是谎言 他说谎不是性格 而是习惯 唐小舟甚至以为是一种遗传 他的父亲如此 他的兄弟姐妹如此 现在发展到女儿唐成熙 同样如此 他们来到病房 古瑞丹的母亲 姐姐以及二嫂在里面 这是一间单独病房 条件相当不错 病房里有沙发 有电脑 还有单独卫生间和厨房 古瑞丹坐在沙发上 脸上的表情显得很无奈 看到唐小舟只是点了点头 唐小舟和这个大姨姐关系一直不好